特種搜救隊結合消防署、台中市、台中縣的特搜隊 總共116人、7隻搜救群 以及各式的生命探測器、破壞器材 那剛剛我們已經重複做了5樓以上各樓層的房間搜索 確認5樓以上都沒有任何房客 而且房客都已經疏散出來 那現在我們的執行重點就是針對一樓櫃台那兩位大業班的工作人員 他們目前受困在裡面 我們經過使用搜救犬以及生命探測器來做多次的搜索、偵測 確認他們目前還有生命真相 所以我們現有的116名搜救人員都在進行樓地板的破壞工作 我們原本是要破牆進去 但是因為整個一到三樓已經整個倒塌變成夾心餅乾式 我們要進入是沒辦法進入 所以我們是用垂直破壞的方式 是從原本三樓的樓地板破下去這樣